我活着 你有了对手 那些你没有得到的东西 你都觉得是我抢走了 本该属于你的东西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韩说为什么一定要喜欢你 苏子营又为何要在最后 临阵倒阁 花园的百姓为何要转头 我这个草包废物 我说不过你 先生在写画本的时候 都喜欢给自己的角色 安排各种机缘巧遇 男主角注定要爱上女主角 配角注定是主角的垫脚石 也注定是吸引众人目光的焦点 原本 你就是那个主角 人生一路开挂 可是遇到我这个绊脚石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说到底 你没有成为一城之主的猜度 陈王败寇怕了 你若是不信 我证明给你看 你还记得从小到大听说的那个传说吗 我们花园城 第一位城主 历城大典上 走过接任花路的时候 出现了日月同辉 天门大开的异响 百姓们纷纷投靠 认为这就是明军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们就认定 只要是贤明的城主继任 就一定会出现异响 这也是你的理想吧 你也想看看 自己能不能够引来日月同辉的异响 我没有 你有 你日夜勤勉 习闻恋恶 你坚信自己是那个 能够引来祥瑞之兆的贤明之主 我给你这个机会 我去求母亲 举办纪任大典 那条当上陈主的路 你也去走一走 你看看有没有日月同辉 天门大开的异响 我觉得没有 那如果出现了呢 母亲呢 她会同意我走那条路吗 你 远远迁迁 你们三姐妹 都去走一下那条路 谁走的时候 若出现了祥瑞异响 我就会把城主之位 传给她 公平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